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原始点有这样的说法 很明显嘛 当我找到痛点的时候 我按的时候 或是像孙思苗讲的阿四穴 刺激他就会特别感受 那这个痛是从哪里来的 是由神经传导的嘛 对不对 照解剖学来讲嘛 那要不要血液来参与 要 要不要肌肉血管骨头来参与 也要 要不要五脏六腑来参与 也要 要不要热能来推动 要 那你们都说对了 所以我说都有嘛 这不就是你们要的 你们都说有 那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原始点可以自我修复 一按了就会产生致抑力跟修复力呢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说治疗就要考虑到 体伤跟热能不足 有没有 就不坏就是这样 就导致我们的结论就是这样嘛 从这个角度 解剖学的角度 也反映我们的答案还是完全正确 站得住脚 所以我说一套完整的体系 你不管用任何的角度 它都是无懈可及的 那你这样去看 我们从头到尾的理论体系 是坚固的 是没有什么瑕疵可以让你提出来 好 那这样如果这样我们来看 原始点能够治疗疾病 当然不在话下 因为它刺激了之后 局部的组织怎么样 就加强了 那热能五脏六五都推动了 热能也参与了 你说它怎么会不好呢 那你再给它温敷 那个热能补充 炎炎不断 它就自我修复 那阿四蟹疗效之所以显著的原理 其实跟我们的原始痛点 理论是一致的 孙世良宗虽然没有 它已经走了 它已经没有发炎前了 但是我还可以替它讲话 为什么 一样嘛 它压到阿四蟹最痛的地方 那个痛是怎么来的 就是它有各种组织器官运作 还有热能的加入 所以它才增强治理力而修复 所以它为什么敢讲 阿四蟹比十四经络任何蟹位更有效 因为蟹位它按压没有痛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针刺蟹位产生针感 获得疗效益相仿佛 为什么有这一句话 你们要知道针刺蟹位之所以有效 它因为它没有在阿四蟹或痛点上压 所以它必须接触针 或是你要强力刺激 比我们那个力道都还要大 而产生痛感 而这个痛 才会导致我们组织器官的强烈怎么样 运作还有热能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样是被动的 不像我们主动找出那个痛点 那个效果就差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中医要怎么样 强调手法 静针 脸针 提擦这些针法 有没有 就是增感 为什么要有增感 因为所谓的增感就是你扎下去 感觉患者有酸脏麻的感觉 有没有 才得增感 它如果扎下去像豆腐 患者完全没感觉 那这个他们也知道 这没有得增感就怎么样 无效 那为什么 因为没有痛感啊 那为什么这个痛感 酸痛麻脏那么重要 欸 道理我 我 我有没有讲啊 现在有没有讲清楚了 有 有 我把中医的 这一个 这一个为什么有效的道理 我也讲出来 那为什么它会比阿斯蟹疗效比较差 我也讲出来 那这里有没有人手腕痛的 手腕正在痛 它这里痛 我几乎可以确定 它的阿斯蟹应该在这里 这里一定可以找到我要的痛点 有没有 痛点就是阿斯蟹嘛 那我说 压痛点也就是阿斯蟹 不一定只在一处喔 也可能是多处的喔 有没有可能 所以要不然 我就否定了所有的中医啦 只有原始点的位置 才可以出现阿斯蟹 那以前的人 如果没有找到我的 表示他们就找不到阿斯蟹 这样就有一点武断 所以可见 它一定是多处的 对不对 那我也要证实 应该是多处的 我们来找找看 这里一定有阿斯蟹 那我在别的原始点 是不是能够找到同样 也有阿斯蟹的作用 也有效果 我们当场来实验看看 好不好 好 好